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际粉丝也火速增加 他的嘻哈单曲打破中国排行榜记录 最近发行的英文单曲Deserve和BM 也在美国大受欢迎 吴亦凡表示 非常荣幸能够担任全球最受重视的体育和娱乐活动大使 也很期待加入腾讯体育的报道 与世界各地粉丝一起分享 我在超级杯比赛日的经验 NFL中国区总经理杨瑞奇说 吴亦凡是极具天赋才华的艺人 他将成为我们高速增长粉丝群的最佳代言人 随着球迷不断寻求新的高品质体育娱乐体验 NFL在中国会继续不断高速成长 吴亦凡与腾讯体育的线上转播相结合 将为中国观众呈现出一场非同反响的超级杯 在美国《超级碗》是每年收视率最高的一个节目 有美国春晚之称 1970年第四届《超级碗》上 卡罗尔钱宁成为史上首位在中场秀演出的明星 在所有《超级碗》表演中 1993年第27届《超级碗》 麦克尔杰克逊的中场秀堪称史上最经典的一次《超级碗》表演 麦克尔杰克逊在3500个青少年 簇拥下演唱经典制作《Hell's World》 并展现了自己的经典《月球舞步》 得益于麦克尔杰克逊表演 那一届《超级碗》的收视率 比前一年提高了8.6% 麦当娜在2012年第46届《超级碗》中场秀中 以埃及艳后形象出现在印第安纳波利斯 演唱了《Sexy and I Know It》等经典曲目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50次的麦当娜 创造1亿1400万观众的收视率记录 这次的麦当娜 创造1亿1400万观众的收视率